第四十章 共与妖魔 除此之外 还不算完 香巫门更是还有一门极其阴毒的法门 名曰金刚法身 听名字正气凛然 其实就是利用香巫门的前辈肉身炼制的一门人形法宝 也可以理解为巫骨童子或者说是僵尸 而他之前所言的若是有魔族的话 刚好可以让自己的修为再精进一波 是因为这香巫门的修炼法门 需要一些阴毒生物来辅助修行 所以虽然将巫门比较邪性 可也勉强算是正道 只因为这将巫门对付那些阴毒的妖邪之物更为狠辣 早年妖魔横行的时候 其香巫门更是声名显赫一时 到后来百姓上人镇压封印 香巫门这才逐渐没落 但也没有断了传承 江新年忽然冷淡道 那楚河据说雷法惊人 刚好克制你修行的法门 你一个人应付的了 可否需要帮助 庄不言瞥了一眼如花似玉的江新年 却吃笑一声什么雷法惊人 他一个年轻人便是天资聪颖了一些 又能如何 再说 他呵呵一笑 继续道 我庄不言再怎么也用不着女人帮忙 江新年听到此话脸色顿时意冷 呵呵 庄不大哥 既然你不要女人帮忙 那小弟前去助你如何 笑春风踩着碎步来到庄不言身旁 庄不言立马躲开 冷声道 你 你跟女人有什么区别 他说完 一挥手直接转身离开 走到大殿门口的时候才开口道 且放心吧 那楚河在我看来 不过只是土鸡娃狗罢了 我倒希望他的骨头硬一点 免得捏起来太软 说吧 他举起拳头 狠狠地捏了一下 顿时发出炒豆一般的声响 而后 他一步走出大殿 身影渐渐没入夜色之中 虚灵子始终一言不发 等到庄不言离开之后才开口道 你们怎么看 梁子道自然是一句话都没有 他还能怎么看 况且这话也根本就不是问他的 江新年道 庄不言虽然嚣张了些 但也确实有嚣张的本钱 他这番前去 应该是可以将那楚河拿下 春风 你呢 怎么看 自然是祝贺庄大哥旗开得上 虚灵子摇摇头 我是说你们桃花门打算怎么做 笑春风低下头 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笑眯眯道 小生我修为浅薄 桃花门又都是一些柔弱之人 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期待庄大哥能一举成功 我等便也不用再忙活了 转眼来到第二天 楚河从山谷之中走出 重新布置了一下山谷附近的阵法 而后便直接下了山 他先是来到了山下的城市 打算在这里先收割一波悔恨直 只是这里乃是妖魔肆虐的重灾区 已经是一片狼藉 人不是死于妖魔之手 就是连夜逃到了周边的城市 此刻的城市断壁残垣 有妖魔在其中横行无际的四处乱窜 俨然一副人间炼狱的模样 而那些幸存的人 大部分都逃到了距离最近的金水城 而金水城便是那金水集团的总部所在 金水集团几乎网罗了金水城的各路豪门 有事没事就去楚河所在的道观溜达 巴不得道观早点拆掉 好重新建立一个道观 一来是搞个景点旅游 打响金水集团的名头 二来便是要建立一个巨大的道观 好给自己祈福 顺便赎罪 这些搞房地产起家的 就没一个是干净的 但估计当初他们叫的有多欢 现在后悔就有多深 楚河走在断壁残垣的城市之中 随处可以见到一些妖魔在马路上溜弯 只是这些妖魔在见到楚河之后 就仿佛是见到了狼的兔子 直接就撒鸭子跑 那速度要多快有多快 甚至还带动了一波小范围的妖兽逃窜潮 而楚河反而更像是这残存的城市之中 最大的那个妖兽 群魔乱舞之间 楚河片叶不沾身 走到哪里 哪里就一片寂静 妖魔跑得无影无踪 眼见着前面有一家超市 楚河抬脚走了进去 他现在修为虽然高绝 但还没有达到可以不识人间无骨的地步 该吃的饭还是要吃的 恰好可以在此地波及一下 进去之后 只见到超市之中一片杂乱 货架歪歪扭扭地倒塌在地上 几根火腿肠在地上滚动着 楚河弯腰去捡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响声 仔细一看 却是一堆泡面底下压着一个不断震动的手机 楚河推开杂物 将手机拿到手中 关闭了正在嗡嗡作响的闹钟 智能手机 楚河眼神一阵飘忽 他穿越之前所生活的地方 也有智能手机 跟眼前简直一模一样 只是他已经几百年都没有用过 打开一看 竟然没有上锁 楚河索性直接坐下 随便搞了一点零食 便一边吃东西 一边刷手机 此时此刻 各大论坛和网络社区早就已经爆炸 一个名叫小博的社区上面 热搜二十条 全部都跟此次妖魔有关 而此时人们讨论的话题 也几乎全部都跟妖魔大举来袭有关系 有一些人带着无限的悔恨 在各个新闻下面留言 这一定是上仓对人类的惩罚 什么上仓对人类的惩罚 这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为了迎头小利 不听人劝阻 非要把封印给破开 现在好了 真的要世界末日了 当初楚河警告过的 而且不止一次 为什么当初就没人听 为什么当初我就没有信 他竟然知道此事 那就一定还可以将灵界之门重新封印 只要他现在能站出来重新封印那里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愿意付出所有的财产 让我叫他爹我都愿意 也有一些富豪联合起来 成立了一个基金 专门用来寻找楚河和赔偿楚河 金额数目加在一起 已经是达到了几十亿之巨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 钱又有什么用 人活着钱才有用 人死了 那就是一堆废纸 除去这些信息 楚河还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息 热门榜排行第一 格隐士门派 其出是共语妖魔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观看 订阅 订阅